60年前,有理加加林驾驶东方号飞船实现人类首次太空之旅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已取得飞速发展 也牵引着包括焊接在内的各种航天技术的进步 在运转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和制造中 焊接已成为主导工艺之一 焊接技术随着航天结构材料的更新换代而不断向前发展 由最初的物极亚物汗发展到今天的针锋电子束汗、西瓜汗和搅拌摩扎汗等 焊缝金属成型从浓焊尼固结晶成型发展到固项连接塑性成型 从而提升焊缝质量 火箭结构一般有头部、头部整流罩、氧化机助箱和燃料助箱 发动机推力结构和伪仓等部分组成 燃料助箱是用运载火箭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主要材料为铝合金 由前后箱顶、前后短壳和若干个中间桶段组成 各部分主要由焊接完成连接 主要焊缝为直焊缝、缓焊缝和刮半焊缝 火箭助箱是火箭建体关键构成部分 影响火箭运行的安全性和运载能力 其中助箱箱底的结构最为复杂 焊缝最为集中 受力撞过最为严苛的关键结构件 根据助箱箱底的焊接工艺需求 选择合理的焊接工艺方法与参数 90年代之前 助箱所有焊缝均采用融化焊进行焊接生产 焊缝曲线多、变形大、生产周期长 搅拌磨砂焊的出现使火箭助箱的焊接得到分析发展 并逐步取代融化焊工艺 搅拌磨砂焊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低温焊接方法 具有母材损伤小、变形低、焊缝强度高和绿色制造等特点 被译为当代最具革命性的焊接技术 国外最先将该技术应用于航天制造 比如欧盟的阿里亚拉火箭 美国的德尔塔和宇宙神火箭等 在德尔塔火箭燃料箱的重缝焊接中采用了搅拌磨砂焊 介绍强度提高约30% 燃料箱的重量减低约10% 焊接时间由过去的9小时减少到3.5小时 另一九号火箭是美国太空探重技术公司 研制的可复用运载火箭 其一二级燃料注销桶段重缝和缓缝均采用搅拌磨砂焊技术 大大提高了焊空的质量和可靠性 为火箭的回收再利用电定的基础 回填式搅拌摩擦点焊是德国以2002年发明了一种新的点焊技术 使用更为复杂的搅拌头结构和组件的运动方式 可消除四孔缺陷 具有焊接效率高 质量好 缺陷少 焊接强度高等优点 可应用于驻箱附件点焊和补焊 SLS是美国最新研制的一款模块化系列化的重型预载火箭 其兴起驻箱箱体环缝的总装焊接在垂直组装焊接中心上进行 随时组装焊接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天机焊接系统 由美国LASA和瑞典E-SAR公司联合研制制造 此外 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H2B的燃料助箱 也是采取了类似的焊接工艺 2008年 我国首次在燃料助箱重工中采用了搅拌摩擦焊 标志着搅拌摩擦焊在我国的运载火箭制造上进入的工程应用阶段 大大提升了我国运载火箭的制造技术水平和能力 2016年 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周五号搭载着有搅拌摩擦焊焊接的助推器燃料助箱顺利发射成功 该燃料助箱桶段重缝 箱底主焊缝 及箱底总装缓缝 均使用搅拌摩擦焊技术焊接制造 标志着中国搅拌摩擦焊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发动机是运载火箭的新杖 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时 有燃烧式头部喷合器组合件和深部焊接耳成 头部有成板式龙焊结构 及套筒式套圈式等 嵌焊或扩散焊结构组成 航天器上的洗潮式和固碗板式加成结构的零主件 由雅护焊等离子护焊和电子束焊完成 电子束焊接技术 由于可获得优质的焊缝 真空电子束焊以广泛应用于航天结构的焊接中 俄罗斯在研制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能源号运载火箭时 分极分段采用了局部真空电子束焊 机关焊接具有可焊基础材料广 焊接速度快 焊缝身宽比大 焊接变形小 亦已实现楼线自动化等特点 为功能是21世纪最近发展潜力的高能速流焊接技术之一 在航天领域 机关焊代替传统的雅无三焊及高温铅焊 可使构建减重30%以上 效率提高3到5倍 内向航天技术碳合金 不锈钢轻量化 构建精密制造的机关焊接平台技术 已初步搭建 在航天焊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铅焊和扩散焊技术 在未来复杂结构中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焊合金和不锈钢 铝合金和不锈钢的一种技术之间 以及金属与陶瓷之间的连接结构在新鲜航天设备中的应用 将会透宽其在航天结构中的应用面 与此同时 航天用压力 温度传感器的细湿薄片的结构中 采用了激光点焊 储能点焊的焊接工艺 在人类探索太空的历程中 航天焊接技术得到不断的发展 先进焊接技术在航天中的应用也推动航天的进步 航天工程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美欧等国家在航天领域去开展国家专项计划 推动先进焊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广 作为航天领域的关键连接技术 先进焊接技术是实现各种材料构建连接的重要图点和手段 也是实践火箭亲自高效的自由之路 谢谢大家